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网络上的一些这种东西 只有一米其 那一米其二好不好 你始终会找到喜欢你的那一部分观众 我们两个就舔着脸开播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Chris 我是酷笑 那今天这一期的话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拍视频几个月以来 我们的一些心得体会 其实我和酷笑 在运营这个短视频之前 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做过任何的这种网络平台的一些 自媒体的这方面的工作 我之前实际上是从事美业这个行业的 帮助朋友们变年轻变漂亮 至于我那话就更简单了 之前的视频已经展示的很清楚了 大学毕业以后 就开始做我的服装的小生意 一直持续到现在 有多少年了 有20年了 也算是个服装老鸟 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网络上的一些这种东西 那突然怎么就想到要做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不论是我们周遭的朋友也好 还是我们自己也好 我们都认为我和酷笑是一对比较有趣正能量积极向上的 有一些我们自己个人特色的这么一对结婚15年的夫妻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想通过这个网络平台 把这份积极向上的东西分享给视频前面的所有的朋友们 那就干脆一不做二二不休 我们两个就舔着脸开播了 而且还有一个呢 说句老实话哈 可能还是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原职业 我的这个美业酷笑的这个服装的东西 在新媒体上面 我觉得还是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朋友的支持以及喜爱 它对于我们原本的事业其实是有利的 我其实之前是从事的服装这个行业 后来呢我就转型到了这个美业 那也是通过这么几年的一个美业的这个从业经验 我想把我自己对于变美变年轻的一些我的一些理念 我不能说我正确与否 在平台上进行一个这个分享 顾小与Chris这个号开头以来的话 从一个小白到一个二白不白的小黑 黑的 小灰 我们也拍了差不多有四五十条的一个这个视频的一个作品了 其实我跟酷笑还蛮乐在其中的 我们两个都是那种 在某一个阶段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注重成果 我们在做这个自媒体的这个频道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的 最重要一个东西就是先做 做本身我认为它就是有意义的 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准备好了你的输出内容 你有一台设备 那么就请先开始 只有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你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你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一句话 先做起来 先行动起来 再说一点我的感受哈 我们在开播之前 我们在筹备之前 我们都会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拍出来的作品会不会有人看 会不会有人喜欢 我会不会有我的观众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件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一个个体 都会有你身上的特点 你始终会找到喜欢你的那一部分观众 当然在新媒体上面的话 也有它的一些既定的规则 我觉得我们既然要在这个平台上输出一些作品 我们一定是要不断的学习的 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心得就是 你要正视你自己 可能每个人在心目中脑海里想象的自己 或者是在自己的手机上 看到的都是经过美颜以后的自己 总觉得自己是貌落天仙 帅气逼人 给大家说在这个视频上面 我们都是用的是最原质的画面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自己的一个 自我的重新的审视 同时的话也是要接纳自己 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裤相是做服装的 周遭的一些朋友都会觉得 他穿的很有型 但我告诉大家 他也是意义上身高并不高 只有1米7 1米72好不好 我剪掉了两公分 那我是从事美业的 我从来也不认为我是有多么的美 对我只是认为我自己的状态是满意的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 我们刚刚拍的那种前几期的视频 我们都会觉得很尬 尬自己在镜头在屏幕上的形象 尬自己的这个声音 总觉得的话很怪很怪 我一看一听 就感觉浑身掉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 经过那么几十期的那种一路走过来 我觉得好像我们两个对这方面的 越来越习以为常了 每一个人拍视频的时候 前期实际上都会有一个这个尴尬期 能力强的人可能这个尴尬期会短一点 那能力稍微弱一点的呢 那没关系 不外乎就是这个时间段稍微拉的长一点 但是都会挺过来的 另外的话 如果大家想拍这个短视频创作 真实的做自己 我们的这个很多粉丝 跟我们留言 跟我们私信 都说我们特别可爱 特别的搞笑 也特别真实 这就是真实的我们呀 我们没有任何演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也不是职业演员 这就是我们真实的自己 我们每次拍视频的时候 只会定一个主题 分别大家去想一下 他要阐述的观点是什么 一二三 我要阐述的观点是什么 一二三 但至于说怎么说 包括大家觉得一些比较搞笑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都没有设计的 都是灵场发挥 对就是灵场发挥 这个就是跟酷笑真实生活当中的 在屏幕前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展现 为什么要告诉大家一定要真实呢 因为首先有个最重要的哈 拍视频这件事情 它真的不是说一两天 或者一两条的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是长期要做的 你要做起来自然 做起来习惯 那就是做你自己 真诚的分享是最重要 其实我呢是一个 不做一件事情就算了 但是我一旦开始的话 我真的就是要全力以赴的 把这个事情给做好的一个人 包括拍这个视频也是一样的 所以为了推我 以及推酷笑一把 我们决定推出我们的小号 那我的小号呢 就是跟我的职业会挂钩 分享一些 我们在这个美上面 年轻上面 我的一些认知 我的一些感受 去帮助所有有需要的这帮朋友们 去收罗一些信息 便于呢 大家真的想要去在这个板块介入的时候 少走一些弯路 他既然都推小号了 我为什么不推 我不能被他上 所以说我也去弄个小号 可能我的小号呢 就更加的要轻松一点 因为服装嘛 就是我们生活的这种衣食住行的 派到第一位的 就会用更加的轻松 幽默 诙谐的一种方式 来把专业的知识日常化 在我心目中 人类社会的进步的根源 是地球上每一个人 对美好生活 美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刚好我们两个说实话 真的是从事的 都是跟没有关的这样的职业 挺庆幸的 挺庆幸 对 所以我们就准备再开两个小号 一个是把你的美业上面的经验 跟我服装上面的专业知识 和大家进行进一步的分享 我也会把我的小号的名称 放在我们这一期的这个视频的简介里面 希望大家都去关注 在这里打一个广告 那今天我们这一期呢 分享了我们做新媒体 这么久以来我们的一些这种感触 其实就想告诉朋友们 想到就去做 就去行动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这一对 结婚15年的老夫妻 请关注我们 拜拜